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胡 又到了我們的戰術分析系列啦 這個系列有點久沒有更新 因為我一直在嘗試不同的企劃 不過我並沒有忘記 只要有我看到我喜歡 我覺得可以推薦給各位的戰術 我都會找時間做成一支影片 並且介紹給各位 首先這場比賽是U19世界青少年籃球錦標賽 由西班牙出戰立陶宛的五六名之爭 為什麼我會想要做這場比賽 是因為這場比賽有太多的精彩畫面了 嗯…我說的並不是這一球啦 這個坐在地板上也可以投進 是真的蠻漂亮的 但是今天的重點是 西班牙在面對立陶宛 丁仁防守時所執行的雙刀戰術 為什麼會叫雙刀戰術呢? 因為我並不知道它確切的名字 只是它在執行的過程中 很像是從籃底下抽出兩把刀子去撕裂對方的防線 所以我就稱它為雙刀戰術 那接下來就帶各位看看 執行雙刀戰術過程中需要注意的細節有哪些 首先是球員的站位 兩個中鋒分別站在法球線延伸的兩端 虎頂持球的則是西班牙隊的前鋒 控球後衛埋伏在底角 呃...還有一個人 呃...鏡頭沒有拍到 一開始先把球傳給了跟控球後衛站在反邊的中鋒 中鋒再利用傳導球 找到控球後衛上來接應 此時兩個執行雙刀戰術的前鋒都已經埋伏在籃底下 把球傳給控球後衛之後 兩個中鋒同時的去替前鋒做掩護 在這次的戰術執行當中 立陶宛因為沒有交代好到底要不要換人 而造成了籃下有一個極大的控擔 再來就是一些小提醒 首先可以把進攻能力比較好的球員放在籃下做壓縮 傳球能力跟視野比較優秀的 則是在浮頂後退兩三步的距離尋找控擔 如果太靠近三分線會壓縮到隊友的空間 中鋒在擋人時要觀察自己隊友的跑位 還有防守球員是否有換位 如果形成錯位可以積極的卡位 製造一個mismatch的機會 之前有觀眾說希望可以在影片當中看到更多不同的例子 所以這次我也找了其他幾個案例來做說明 像在這個片段當中發生的是中鋒掩護時的非法掩護進攻犯規 這也是兩人小組在做搭配的時候要去注意的一個細節 當中鋒一旦設立好掩護以後 前鋒的跑位要去觀察防守者的位置 來去做調整 不一定都是要跑到三分線接球 像在這個案例當中 防守者選擇的是跟屁股 中鋒並不用去移動一定要做到掩護 而是跑位的封線 可以試著跑到比較深的罰球線的位置 去找到一個中距離跳投的機會 最後我想要說的是 記住戰術的跑位只是最基本的 做一個比喻吧 戰術像是武功招式 基本動作跟觀念則是內功 如果內功不夠深厚 再多的戰術都是花拳袖腿 所以在觀看影片的同時 也別忘記提升自己的觀念 還有基本動作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是小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示範